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支持 公元前2022年3月 刘邦称帝后 便做了一件很不情愿的事 按照亥夏之战的约定 西拜项羽后 履行分封异姓功臣的诺言 于是 刘邦遂拿出了23个郡的土地赐给了韩信 彭越 英部 韩王信 吴瑞 张敖 藏徒等7位异姓将领 允许他们建国称王 也就是说 此时 刘邦直辖的土地仅剩下了24个郡 即关中 巴蜀 即京河南的部分地区 实际上 分封异姓诸侯 只是刘邦诺言的一部分 因为还有许多从龙的功臣 诸如 曹参 樊贵 夏侯英 周伯等人还未得到封赐 史料记载 刘邦在随后又陆续分封了140余位功臣为列侯 他们的封义 少者数百户 多者上万户 再加上汉公主分封调的土地和人口 西汉政府掌控的赋税或许还不及一半 可是 他们和刘邦毕竟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 而异姓诸侯王就不同了 尤其是辖区广袤 用兵凶悍的韩信 彭越 英部三人 他们外托君臣之名 而内有敌国之实 处于半独立状态 直接威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 因此 刘邦不得不先着手处理他们 那么 该如何名正言顺地削夺 乃至消灭这些疫情诸侯呢 一个名叫陈希的人 无意间替刘邦解决了这个难题 陈希跟随刘邦始于何时 尚无明确记载 但可以肯定的是 截止到公元前 两百年的白灯之围 他还仅仅是个小小的郎中 可能是因为表现得太出色了 刘邦脱困后竟很大方地把赵国相国这个职位给了他 并授劝其统领赵带两地的边防部队 此外 他的爵位也升到了杨夏侯 我们知道 白灯之围前 刘邦已经摆平了楚王韩信 燕王赃图 韩王信 赵王张敖 其中 赃图生死 其燕王的位置被刘邦的亲信卢换顶替 张敖和韩信被囚禁 前者被刘邦之子如意代替 后者的疆狱被一分为二 分别被皇族刘贾和刘骄占冠 以达到制衡英部 彭越的战略意图 只有侥幸逃脱的韩王信 在匈奴的支持下还率领着 惨兵败将游易在戴北一带 此外 托明赵国后裔的赵王力 也活跃在汉朝北疆 因此 刘邦很担心 新拿下的赵国会发生变故 于是 刘邦在任命陈希为赵国相国之后 又给赵王如意派了一个叫周昌的大臣 周昌长期主管监察工作 性格刚强 当初 为维护太子刘慧的嫡子之位 竟敢当面应对刘邦 一度搞得刘邦很下不来台 本来周昌到赵国是主持政务的 和主管军事的陈希 并没有太大的厉害冲突 可是 周昌就是对陈希的做派看不惯 为何 原来陈希是经山东合泽一带人 这个地方在战国时期属于魏国 因此 陈希极其崇拜性邻军 后来他发达了 便有样学样 也在手底下养了大批门客 一次 外出的陈希路过邯郸 他带领的门客人数之多 竟然将成立所有的驿站 管设都挤满了 周昌见了担心陈希 势力太过膨胀 产生伟大不掉之患 于是 他虽将陈希横行照 带的情况 如数告诉了刘邦 刘邦多疑 便派人前去照地查验 结果查出了许多牵涉到陈希的不法之事 联想起脏图的下场 文讯后的陈希顿时变得焦虑起来 刘邦和陈希的隔阂 没有瞒过韩王信的耳目 不久 韩王信就派了专人前去策反 但陈希一直未明确表态 直到公元前197年8月 汉高祖刘邦之父过世 彼时楚王刘娇 梁王彭月等朱侯王 都赶到了关中参加葬礼 刘邦也通知了陈希 可是 四年前 刘邦伟由云梦生情韩信的往事 还历历在目 陈希很担心一去不返 但是要不去 又会给刘邦口实 一不做 二不休 陈希索性自称代王 接起了反旗 史料记载 陈希借势不久 就打下了常山郡25个县中的20个 同时 他还派出了两支部队 一支拿下了湘国取密 另一支渡过了黄河 拿下了齐国西境的辽城 从整体形势来看 陈希的部队已对整个冀州 呈现出了包裹之势 此外 赵王力和韩王信的部队 也在匈奴的支持下 潜出到了燕门关外的马役一带 汉朝北疆绵长 这三个伪政权同时出兵 顿时将新生的汉帝国推向了险境 刘邦闻讯不敢怠慢 莽拜梵快为左丞相 周伯为太尉 连同自己亲统一军 兵分三路 心夜赶赴前线 事情进展到这里 史书还写了这么一笔 刘侯从上几代 意思是 躲在家中多年的张良 也被刘邦硬请了出来 史书还记载 刘邦在蒸发朝廷主力评判时 还传袭诸侯率兵来会 但是 除了燕王卢焕派兵 讨伐叛军以及生病的梁王彭月 派出的一小支部队外 其他如京 楚 淮南 长沙等南方诸侯 要不就是因为道路悬远 不能及时抵达 要不就是不愿出兵 总而言之 刘邦自己承担了主要压力 好在刘邦经过十余年的战争的洗礼 对战争规律有了一定的理解 再加上智囊张良的谋划 刘邦终于用一连串的组合拳 搬回了战局 史料记载 刘邦率兵抵达赵地后 便让周昌找来了四名有威望 且能带兵的壮士 抢先陈西一步 拉拢住了赵地的豪墙 然后刘邦又下了一道赵令 凡弃地丧失的将力 和被迫从敌的百姓 一概赦罪不问 并且反戈一击者亦能论功 如此一来 那些被裹匣的官民纷纷反正 此消彼长 陈西叛乱初期那种迅速蔓延的势头 立即便得到了控制 然后刘邦又通过情报得知 陈西的手下都是商骨出身 所以拿出重金对其发起了 凌厉的银弹攻势 商骨见钱眼开 陈西手下大将相继倒戈 投向了汉军 到了公元前196年春暖之际 汉军已全面转入了反攻 此时不但是陈西 就连韩王信 赵王丽的灭亡 一直日可待 但刘邦不知道 就在他评判时 长安城里也一度显向还生 制造这种紧张气氛的 就是被囚禁多年的 怀吟吼韩信 说起来 陈西反叛还是韩信鼓动的 因为陈西在前往赵帝夫人之前 特地拜访了韩信 韩信则告诉陈西 刘邦生性多疑 若有人连续告发他谋反 刘邦一定会震怒 然后带兵前来绞杀 陈西跟随刘邦多年 很了解刘邦的多疑性格 于是请教韩信怎么做 韩信见陈西上钩 并告诉他 若你起兵 我必在长安侧应 如此 刘邦父辈受敌 天下可徒也 韩信用兵如神 陈西亲眼见识过 自然信服他的判断 于是两人结成了同盟 实际上 在陈西反叛政胜的时候 韩信也的确做好了 军事政变准备 之所以引功不发 主要是等刘邦和陈西 打成对峙的僵局 谁知 在此关键时刻 他手下的摄人 因偶犯错误 而被韩信囚禁 并遇杀之 从而引发摄人之地的揭发检举 刘后反应很快 他立即发布了一道诏令 陈西叛乱已平 刘邦已返回长安 诸臣都要进攻祝贺 接召后的韩信犹豫不决 正在此时 他的恩人萧何道了 一番苦劝 韩信入了宫 结果却一去不返 被吕后斩杀于长乐宫中 韩信死了 那么彭越和英部 又是被如何处理的呢 前文一述 在刘邦发兵 征讨陈西的时候 近在咫尺的彭越 借口生病没有应兆 只派了一支小部队 因此 当刘邦将陈西打得 无还手之力之后 便于四月份 带着主力来到了洛阳 不久 刘邦趁彭越懈怠 派了一支小分队 以迅雷不济眼耳之素 将他直接从定逃 抓了过来 或许刘邦顾念旧情 最后只是将彭越 贬为了庶人 发配到了属地 可吕后却奔着 斩草除根的精神 派人诬告彭越造反 然后将其转杀 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那么英部 或许能活到刘邦驾崩 但是 吕后偏偏做了一件 极其残忍的事 即用彭越之肉 以此诸侯 昔信 彭越 英部 乃同工一体之人 如今两人相继被杀 就剩下了英部 这叫英部如何不害怕 于是 英部岁于公元前 196年8月 举兵反叛 史料记载 因为英部的突然袭击 刘邦分封的金王刘甲 和楚王刘娇 猝不及防 一个被杀 一个被打跑 基本丧失了 对淮南的控制 但是 出身江阳大道 没有战略观 在取胜后 没有及时北上 反而选择了 退保南方的消极策略 结果 终让从容部署兵力的 刘邦剿灭 那么 歼灭异性诸侯的行动 发展到此就结束了吗 没有 因为长沙王吴瑞病死了 还剩下一个燕王卢焕 不过 卢焕的燕王位置 很快要保不住了 因为他在发兵攻打的 陈希的时候 出攻不出力 被刘邦发掘 然后 卢焕抗拒调查 后来 在汉朝大军的讨伐下 卢焕逃入了匈奴 也就是在 卢焕逃入匈奴半年后 为带王陈希被反快斩杀于林秋 至此 西汉初期的异性诸侯 奈被彻底铲除